大家好,我是Den 威胁一层群 榨取数千万韩元的20多岁女性朴某 过去曾因诈骗属实人而入狱的事实被曝光了 根据当时报道这起事件的媒体表示 朴某在2015年8月到9月中旬的两个多月内 共欺骗了76名 榨取了约6500万韩元 当时他透过创建多个社交媒体账户 来发布售化品牌商品的销售贴文 自导自言留言 对产品非常满意 从而制造出商品似乎正在热销的虚假印象 而当有人投诉还没收到商品的时候 他则以商品迅速海外运送 且由于海关程序复杂 因此需要较长的处理时间为由来进行应对 当然实际上是在撒谎 박씨는 사기처 챙긴 돈으로 월세480万원짜리 서울 강남의 고급 아파트에 진짜 명품을 사드리며 고급 호텔의 스위트룸을 이용한 걸로 조사됐습니다 같은 수법으로 범행해 지난 4월 구속됐다가 집행유예로 풀려났지만 호화生活에 대한 망상을 벌이지 못한 박씨는 출소 사흘 만에 다시 사기를 치다 또 구속됐습니다 20살 나이 정도면 사기 같은 거 좋아할 수 있는 나이잖아요 좋은 거 먹고 좋은 거 사고 좋은 거 他从2015年 因从事这种名牌商品诈骗而入狱 当时他的诈骗手法 已相当熟练与精巧 因此在出狱后 他对已曾用的勒索威胁手段 也随之变得更加高名和进化了 为什么不公开他的脸 就是因为这样才能让他继续做绿钞表一样的事 他是有前科的 即使不站在记者前拍照也应该取消木子 虽然金额不大 但一个20多岁的人欺骗76人而入狱 这样的罪犯不应该公开其身份信息吗 诈骗等罪行在监狱中不但没有反省 反而会进一步发展 出狱后继续犯罪 就是因为罚得太轻了 然后最近 由韩国29个文化艺术团体组成的文化艺术人联合会议 对去年12月17号实施的已曾用事件 发表联合声明 强调防止类似事件重演的重要性 并要求进行彻底调查 会议媒体自律 并建议删除不当报道 同时也主张 修监现行法律 以更好地保护文化艺术人的人权 当天 现场也提到了已曾冤防之法 而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因为之前卡塔成员Kuara失事后 Kuara的亲哥哥要求修改现行民法 来限制未尽养育义务的父母的继承资格 而引发了社会上的广泛讨论和意见 这也被称为是Kuara不? 针对娱乐圈人士们对已曾用的发声 在韩网却掀起了两派论战 已曾用离开后 随着他的罪行不至于要死的舆论逐渐增长 娱乐圈人士们才开始在网上发表意见 当调查正在积极进行时 他们都在做什么了 现在又来发表这样的言论 我知道他有很多值得同情安冤曲的地方 但这样再次制造争议 对已曾用的命运有什么帮助呢? 就算现在发出这样的声音又怎么样 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而且也没过多久 如果当时没做就必须永远保持沉默的话 那么所有错误和过去的事情都应该保持沉默吗? 我也喜欢已曾用 但这似乎不对 当一个人接受大众的爱时 也应该接受大众的批评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将他美化为英雄 即使只是毒品问题还能理解 当公开外遇录音真的太过分了 如果是我可能也会因羞耻而止 毒品外遇是两个不同的事件 外遇的惩罚是由配偶通过提起诉讼 或离婚诉讼来处理的 但在这之前就已经被媒体公开了 GD的时候即使被嘲笑 很多周边朋友和粉丝们 还是坚持发布了支持姻缘的贴文 但已曾用有过这样的支持吗? 比起已曾用 GD事件更轰动更吵闹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没有任何支持或宣言 但在他去世后 他们这样做 说实话 他们只是在利用已曾用不是吗? 谁说不好 舆论正在飞腾 我周边的人都在说 不论已曾用个人的错误怎样 他都是政权和警察的牺牲品 看来记者们对现实没有感觉 对于韩国娱乐圈人士们 对已曾用事件的发生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